老胖儿聚会,怎么少得了琉璃罪,名城墙下,老战深深,有酒有条有朋友,格调和朋友自不代言,近40人的精准邀约名单, 运及了来自中国最顶尖最智诈风云的体育,传媒和资本界大佬,而这些大佬中,最最核心的是一个叫体谈老胖儿的组织,他们由体育媒体的总编和世界冠军所组成, 他们间接高远,其言论将左右体育界的动向,他们行动力强,均有丰富的行业操作经验,和创业经历的冠军所组成,如此有调调有朋友的场合,自然要配好酒,万坛90龙香星白酒流零醉,就这样揭开了神秘的面纱,出现在了7月3日在北京明城墙一致公园内,举行的这一大化世界杯活动按头, 并且制造了最大的风头,并文静的世界冠军又三,新华水龙龙等,将流零醉抱回家,包括叶乔波,前红,王立平等明星们频频举杯,几经粮包装,精致的口感, 让他们大呼呼呼引致于,开始向利林现场的聚力集团高级副总裁黄杰先生了解流零醉万坛90的历史等, 当听说流零醉已经有了上千年历史,万坛90成为4A级景区,并成为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时候, 他们的口中摆出了夸张的欧字形,继而以羡慕的眼光,看着此前已经杰足先登的中国女兰第一人郑海霞, 郑海霞此前曾亲离流零最为日保定的工厂,了解过该久的生产工艺流程,对其产品散布绝口, 其实翻阅这家企业的历史,发现其还有比较强的体育DNA, 他们曾是全国青年运动会,男子举重赛,中国城市足球联赛的合作伙伴, 而在全国汽车,越野锦标赛等越野赛场,他们或以车队,或者冠名的参与方式,纵横持诚于崎岖的路面上, 这不是一次硬性植入的广告,而是一种文化的默契和相通, 源于公元1126年金元时期的流零最烧锅,流零最本身所倡导的熟林七贤洒脱的精神, 和体育界文化的生活方式,形成了一种遥远的呼应和构整, 在俄罗斯世界杯上,当找工作上BOSS职品的洗脑申请是赞助被广大诟病, 不少中国体育人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,怎样的体育营销,才是真正有效有品味的营销, 显然,流零最和民政业化这种论物无声,源于气质上的互相吸引,欣赏, 依托品牌和文化上的高度统一,才是体育营销中比较高级的模板,或者体育营销的2.0版本, 非常期待这样的画面,在一些高端的场合,或体育人的聚会,或沙龙主题的场所, 大家边抱着流零最酒坛,一边昏豪泼沫,一性暴然, 在一些世界大赛后的进攻场所,冠军们手捧着冠军一号酒尊, 大海折枪进酒的行酒令,在某次世界大赛,或者某次公开水域横渡之前, 一干好汉以下流零醉的海丸,然后转身涌入大江大海, 那一刻,醉了,美了,最高酒神, 郑海霞在明镜夜话活动中接受采访, 下位郑海霞带王杰左二陪同下参观流零醉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